现在来跟大家分享 吃饭的修行要领 也许有的人会想 吃饭我从小吃到大 难道我还不会吃饭吗? 这个吃饭还需要修行吗? 要的 真的是需要修行 不然 你很多时间 你都错失掉开发明觉 开发感恩心的好因缘 甚至严重一点 如果你没有明觉 没有感恩的心在吃的话 很多情况你都会变成白痴 这个不是骂人 不是骂人那个白痴 而是说 本来这也是很好 开发我们的明觉 很好培养我们感恩心的时候 但是这三餐却让我们空过 所以连吃饭都是非常好的修行时机 怎么样把握 我们先讲明觉的开发 后面再讲感恩的心 当我们要吃饭的时候 因为各个地方不一样 有的会过堂 那有的就是你自己去打饭在家庭里面 在家庭里面围圆桌 在吃饭 不管什么样的形式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您在夹菜 在盛饭的过程 记得 手道 心道 当下 就是身心合一 所以 你在吃饭的时候 一样都是在开发明觉 我的手 什么样的动作 我都很清楚 觉察 把饭菜送到口中的这个过程 也很清楚知道 我现在把饭菜送到口中的过程 吃饭不要急 不要慌 不要忙 吃饭一样都是在修行 五官堂也是禅堂 所以你掌握每个过程 都是在开发明觉 清醒明觉的活在每个当下 这样的话 你这一餐饭 你就会吃出 那个生命的味道 活出生命的味道出来 在饭菜送入口中 在嘴巴里面 举脚的时候 一样 每一次的举脚 你都清清楚楚的知道 牙齦的咬合 你都清楚的知道 把食物从粗到细 咬碎的过程 你也都清楚知道 再来 食物要吞咽下去的时候 你能够这样的话 你看我一天24个小时 都是在开发明觉 都没有白过 没有空过 所以连吃饭都是在开发明觉 整个过程 我们都是保持明觉 清醒明觉的活在每个当下 掌握住这个原则 再来就是 你要有感恩的心 一般佛教徒 比较会强调 我们要有供养的心 我们要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一切众生 不错 能够有供养的心 很难得 我们确实要有供养的心 我们同样需要感恩的心 而且感恩的心是非常的重要 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 你真的有感恩的心的话 那你在其他许多方面 你都会逐渐的流露出感恩的心 那为什么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要感恩呢 以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要把感恩心 摆在供养心之前 我这些食物 是众多因缘形成 是法界大自然的恩赐 我才有这些食物可以吃 因为五谷佛兜 我们才有东西可以吃 容忍的辛苦耕作 我们才有东西可以吃 我们有去感恩大自然吗 我们有去感恩天地父母的养育吗 我们有去感恩荣人的心劳付出吗 当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 佛教所讲的元起殊胜 我这一碗饭 我这一盘菜 我这一盘菜 得来不易啊 是众多因缘的协助 感恩大自然的养育 感恩大自然的恩师 感恩众多因缘的行程 而且我们在这里好好地用功 因为背后有很多的菩萨 他们默默地奉献 默默地付出 在大疗工作 帮我们承担很多的工作 我们才能够专心地用功 又有美味可口的食物可以吃 所以当我们端起这些饭菜的时候 内心就是充满的感恩 你真的有感恩的心 那你的生命品质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吃饭菜的时候 不是去掌养浴滩啊 我们要好好地去开发明觉 跟开发觉寿 你要好好地去体会 我这一餐饭 是要累积很多的因缘 我才能够吃到美味可口的饭菜 所以当我们在用餐的时候 就是充满着感恩 这时候 你的吃饭 那都是非常愉悦 非常舒服 而且也非常的神圣 不要绷紧 吃饭如果又急又紧 那你真的错失掉很多的机会 而且消化也不好 吃饭的时候不要急 慢慢地吃 慢慢地去品尝 开发觉寿 开发明觉 一方面也把我们感恩的心 真的逐渐地流露出来 一个人 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懂得感恩 你在喝水的时候 你也会感恩 当我们在接受世间众生种种恩惠的时候 你也会处处懂得感恩回馈 当你真正知恩 你就会报恩 你不知恩的时候 你就会抱怨 真的 法界大自然 对我们是真的 厚爱 众生对我们是这么多的帮助 协助 如果我们没有开发明觉 我们会一直在怨天尤人 抱怨东 抱怨西 觉得好像别人都亏待我们 亏欠我们 事实上 众生 为我们所付出的 绝对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的 如果你真的了解实相的话 你会体会到 真的 没什么好抱怨 而且也不应该去抱怨 除了感恩之外 没有任何好抱怨的 所以 一个人 你真正能够去体会到 我能够吃一餐饭 哇 真的要具足很多的殊胜因缘 我能够承办什么 事情 都是要具足很多的因缘 很多人默默在协助 默默在帮忙 你真的了解到 缘起的殊胜 你真的就会处处 都会充满感恩 当一个人 如果是充满抱怨的时候 你的住缘 就会逐渐的离开 越来越少 会恶性循环 你又不知道 你又是在怪别人 忘恩负义 怪别人不对 怪别人不好 他就会继续恶性循环 到后来 你就是孤零零的 有很多的痛苦 很多的忧悲恼苦 如果一个人 能够充满感恩的心 你真的体会到了 原来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很多的因缘 很多的菩萨都在帮助我们 别人为我们默默付出很多很多 这时候 当你知恩 你就会感恩 当你真正知恩 感恩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自然的 会报恩 当你懂得知恩 感恩 又能够懂得报恩 你的整个的人际关系 都会大大的改善 你整个生命 整个生活品质 都会大大的改善 这是真正在修菩萨行 所以跟大家勉励 真的要静下来 好好去听闻正法 你才会逐渐的去体会到 什么叫做缘起的殊胜 为什么佛教 为什么佛陀一直强调缘起法 缘起法 你真的要好好去体会缘起 你能够承办什么事情 都是要具足非常多的因缘 我们所奉献出来的 才只是其中的百分之一二十而已 其他的百分之八十 都是各种因缘 在帮助我们 在协助我们 不管你在家庭里面 不管你在单位里面 在公司里面 或是在道场里面 都一样 你真的好好去升官 你就会处处懂得感恩 而且这种感恩 不是别人规定我们 不是别人远意我们 而是你真的体会到了 你自然的由衷的流露 而且进一步 你就是资恩报恩 当你真正用报恩之心在做的时候 你就会逐渐地学会 高层菩萨他们所展现出来的 三轮体空的布施 学会无条件 无所求的回馈 当你是一种感恩回馈的心在做 那是代表你 你的心灵 真的是提升到高等的心灵品质 有慈悲 有爱心 又有感恩的心 能够这样 你看 你到哪里 你都会跟众生广结善缘 你的人际关系自然越来越好 你的住缘自然越来越多 一个人越懂得感恩的人 你的善因善缘绝对会越来越多 我们每一个人来学佛 就是要学习佛陀的那种 大慈大悲大智慧 学习佛陀那种无我无私 三轮体空的奉献付出回馈 我们来学佛 就是要学习观世音菩萨那种 大慈大悲 里面没有任何的我慢 只有慈悲大爱与回馈 这种高等心灵品质 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有 只是你有没有开发出来而已 让我们互相勉励 我们一起朝向高等心灵世界 跟诸佛菩萨看起学习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